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电话突然挂断 再打也没人接 我有点担心就赶过来了 正好碰到了刚才那两个保安 才知道你家里接人了 我可以看一下 小区大门口的监控吗 大门口 这 这昨天也没下雨 再说也没看见有人打着伞 从小区门口进进出出的呀 没有 没有打伞 你这让我怎么找啊 昨天时间也不算太晚 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肯定也不少 我们又不知道嫌疑犯的显出特征 看门口的监控我觉得意义不大 对 你说这他要进小区 换上一身衣服 这谁认得出来呀 就是 你看他穿的 是一双男士黑色皮鞋 一般作案的人 可能会随身携带替换你的衣服 但应该不会想着带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也许能找出线索 小区的监控没有那么高清 要是晚上 怎么可能让你看清楚鞋呢 再说了 男士的皮鞋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多 你当是女鞋呢 怎么辨认 是 有这功夫还是回去好好想一想 这个人会是谁 他又来找什么 走吧 走吧 辛苦了 怎么进去人的 他家真进去贼啊 进去没偷东西 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大门口的监控 走吧 保安不让我看是嫌麻烦 那你呢 你为什么不让我看 你就那么想知道答案 你一直都 都这么直吗 好 我告诉你 第一 我的确觉得 看大门口的监控没有任何意义 那个人既然能够躲过电梯的监控 那么大门口他绝对不会暴露自己 第二 我不想让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又回来过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的电话突然挂断 再打也没人接 我有点担心就赶过来了 正好碰到了刚才那两个保安 才知道你家里接人了 后来 我在你家门口守了半夜 这个大家满意了吗 你不用多想 只是出于朋友的关心 以及顾及老颜和素儿的情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肚子还有点饿 请上去把那半碗粥喝完再走 可以吗 对 昨天晚上